對 我也覺得如果你覺得Mr.Yes貴的話呢 你就是想像 你這個影片可以用 可以接下來放40年 你把它處於40年 或再乘以20 40年再乘以12個月 你每個月才付多少錢 你是什麼 對對對 如果你也要這樣講的話 是這樣 但是就是我覺得很多回憶是無價的 然後 就是因為Mr.Yes很有經驗 所以大家就放心 OK 交給他們 Leave it 就是 給他就對了 首先我覺得跟我預期中的 想要的感覺是一樣的 所以我不能說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為 我期望的是 巷子的一個作品 那當然真的坐在那個地方 看到影片真正的播出來 那個感覺就是會 就是我覺得是更 更喜悅更開心 其實當大家看到的時候 我是自己是覺得 比我想像中的還好 我們一些預拍的跟現場的情況就是我覺得 剪接的就是不會很適合的 融合的很好 對因為我一開始還想說 哇我們又掉車 然後又接我下班 然後又反正拍 帶帶帶帶有了沒有東西 我會想說他怎麼放在一起啊 可是後來 真的我就覺得他並不是一個很突兀的東西 不會說突然從A點跳到B點 那一切就是流暢度都很 銜接的很不錯這樣子 因為我們畢竟婚禮當天就是很忙啊 然後都沒有時間看到 真的好好欣賞整個婚禮 尤其花了這麼多時間跟金錢準備 然後最後就是看到成員的時候覺得 哇好感謝就是Mr.Yes 幫我們就是真的好好的記錄這個很重要的一天 最難忘的就是進場的時候 喜宴進場的時候 因為我們進場的時候就是大家都有做一些很好笑的動作 然後因為我們是最後進場就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那個時候有看到我覺得很棒 對 你說我爸跳那個機械舞嗎 對 那個真的是攝影師自己都傻眼 哇爸爸怎麼這麼活潑 我自己是蠻喜歡我個人啦 就是因為我們女生在準備啊化妝啊 一些畫面 我覺得對我來講那個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 幫我拍的很美 然後快點快步當然你不能忘記吊車那一部分 就是 畢竟在這麼不尋常 然後 可是你們我覺得掌握那個 味道就是很好這樣 對 對 因為人很多 因為就是就像你講的嘛 就是我覺得很棒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因為吊車也這麼大 然後你又可以把那個 整個場景就是掌握的 不會讓我覺得 很俗氣 那我覺得就很重要 然後另一道分辨就是比如說我們女生在準備的時候 就是其實是很多女生在一起 我記得我們當天其實 大家都亂跑 然後就是 哎我跟你說你穿什麼 啊我要畫什麼 我要戴什麼 其實那時候準備的時候是非常的混亂 就是也是默默的一直在捕捉畫面 然後 就那個印象我覺得也還蠻深刻的 做得好 就是我會覺得在現場來 當天婚禮過程的時候 我自己不會特別感受到說 有任何攝影師阻擋到我們的路 或者是搶走我們任何東西 我就覺得 你們就是 抓位置抓得很好這樣 就是 不會說 哎怎麼攝影師都都在 他怎麼又在那邊又在那邊 可是 雖然 你們沒有擋在我們的畫面裡面 可是你們卻把我們的畫面都做得很好 我個人 我個人是沒有在注意他們在哪裡 就沒有注意到嘛對不對 因為我就是太focus在別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就是整個STD的那個 預拍啊 我個人是很喜歡就是 預拍這種東西 因為畢竟人生就只有一次可以 當一個女主角 而這一次就真的就是自己當女主角的這一天 所以我覺得能夠好好的 漂漂亮亮的 拍出一個 類似像MV般的情景 讓我覺得 很爽 覺得很美麗 對理所當然對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 拍攝影片這種東西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很喜歡看我家人 以前成長的影片 那這些回憶跟照片其實是有 現實的差距 所以看到影片我會覺得更生動 然後更實際 那更實際嗎 更真實 因為照片有時候都可以 拍得很唯美啊 或者是拍得 但是笑的時候 跟我們在動的時候 這一切是沒有辦法 假的 所以這個影片我覺得很值得擁有的原因 我們我們決定要做這個影片的原因是 我覺得影片是我們可以很 很久遠的去一直看 很多感謝的話 就是對於 就是 你們 你們 就是謝謝你們 讓我們那天可以拍得 男的帥女的美 然後 就是這個回憶不管是在 現在 或是以後 我覺得 我都會 很珍惜的把他留著 然後 跟所有朋友分享 對 因為讓這件事情 可以完美的呈現的是 就是 不單純只是我們 也有 就是 Mr.YES的幫忙 這樣子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業配喔 感覺好像一直在給業配 我們沒有業配喔 好 謝謝